倒什麼 到底在幹嘛 到底有玩沒玩啊 有 這裡有美麗動人的 還有帥氣破表的 飛碟胖小子 帶你一起 飛碟有玩沒玩 有玩沒玩 飛碟有玩沒玩 有玩沒玩啊 沒玩沒玩啊 歡迎在每個白天晚上6點到8點 鎖定飛碟有玩沒玩 我是歐虎 我是胖小子 今天來到了10月3號 10月開始了 進入Q4了 第四季要開始了 2021年的最後三個月 而且我之前聽童文姐的節目 是不是有講到10月開始 新北雙 新北台北的公園是不是開放了 對啊 瓜瓜可以去看大象了 對 大象滑梯 10月1號開始有很多的新智上路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們先來聽Anonymous的新歌 Lips Off 公尊 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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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 i know we can let this go can look tired of the night no more say goodbye me get it up and go don't get up your way don't be dumb like i don't have left wasted i did if i had it wrong other than you at the book of life take a risk with me teardrops falling on the dressers stupid lies in the world that come and seize her and then lead her alive cause no one ever tought her how to spot a lie she went around with red lips and false tits they always believed it in a heartbeat then skip all the lies rip chop but you can't flip just another victim of reality but guilty hold on now we can let this go 配れた全てを探しに行きましょう you can call me can be dumb i'll lead you up 誰も分かってないよもう この世界抜け出して take a risk with me hold on now we can let this go だったいられない no more say goodbye me get up and go don't believe the love you can come and reach you up なんかに色付け荒れた この世界抜け出して take my best my dream 来到了年底了 代表著我們去日本的日子 相隔了兩年了 相隔了兩年了 怎麼這麼久啊 虎豹本週 我把那個之前講的 配角聲有回看完了 然後我開始看了 虫女青春白皮書 是不是很可愛 對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本來是要想在Friday影音上面看那個 小田切讓演的那個 奧利維 奧利維 對對對那隻 奧利維原來是隻狗還是什麼的 奧利維狗之類 就類似的片名這樣 可是影音還要演 對 就是小田切讓找了很多他的朋友來演 自導的作品 對對對 我看預告蠻好看的 但因為我剛好忘記我Friday影音的那個帳號密碼是什麼了 還在找當中 所以我想說 好先打開KKTV好了 我就打開來 看到了兩部 有一部是今天也要用便當初級 呃 電影 電影 然後還有寵女青春白皮 所以想說 好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寵女青春就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小品 對 然後真的很無裡頭 超無裡頭的 對 然後一樣是之前 我們聊到的那個士剛 還有永夜雅鈺 他們演的 你看到媽媽了嗎 有看到旋眼睛 嘿嘿嘿嘿 就是 呃 呃 秀琳姐就是 感覺好像檔期沒有很多 然後所以就是 出來的戲份其實沒有很多 客串一下 可是他一直出現在這部戲裡面 不管是在照片裡面 在想像裡面 都是在裡面 就是一個女神的存在 對 這部戲大家剛主要是在講說 就是 永夜雅鈺 SAKURA SAKURA獎 SAKURA獎就是上了大學 那爸爸呢 其實就一直很不放心他 因為SAKURA獎從小學 中學 高中都是讀女校 對 突然來到一個男女混校的大學 嗯 那爸爸是東大畢業的 將隔20年他也就考試 對 考上了 考上了 考進去了 跟女兒一起上大學 一起當大一新生 一起入學 對 所發生的很多報效的事件 沒錯 聽到這裡就已經夠荒謬了 對 超荒謬了 連裡面的人都覺得 蛤 怎麼會這樣 你叫他什麼 對 因為他在同學們裡面就會顯得很突兀 很突兀 是一個歐吉桑來著 就是一個歐吉桑 在學校裡面會被認成是老師 對 但就已經有一個這樣的同學了 然後又得知他是你其中一個同學的爸爸 爸爸 怎麼會這樣 對 所以其實這部片我覺得 蠻有趣的 就可以當作一個輕鬆小品來看 你就不用太認真 但是你去看他們之間的互動 你會覺得非常可愛 對 而且爸爸的身份又蠻特別的 對 爸爸身份很特別 大家可以去看個有興趣的話 《寵女青春白皮書》 在KKTV上面有 耶 那我另外還看了 很跳通的 我看了大嘻哈時代 你真的 跳回台灣了 超跳通 因為他在上週六的時候 他就是藝人合作賽 對 他找了菲 前FIR的菲 對 詹文婷菲 然後以及王菲 唱堆堆堆的王菲 你知道嗎 超好聽 我一定要把連結傳給你 好好好 然後以及他找了吳卓元 找了Trash 找了盧廣仲 對 我想像 都是一些很新鮮的組合 對 很特別 因為大嘻哈時代就是要唱Rap 對 這樣把一些經典的歌曲再加入Rap 啊 陳芳瑜也有 喔 對 然後所以 對 然後所以那個 啊 還有Matsuka 好厲害喔 對 所以其實這 這幾個組合 唱起來其實都很不一樣 然後我最喜歡聽的是王菲 欸 黃菲 黃菲的堆堆堆 改的很厲害 對 真的很厲害 加上Rap 我無法想像 很特別 很有趣 然後我就是因為看了這一集之後 我就開始往前看 去追 對 那因為滑滑也有看 就我們同時滑滑也有看 然後我室友也有看 所以我看完之後一直跟他們分享說 我覺得哪個很好看 哪個很好看 哪個很好看 這樣 也入坑了 開始慢慢入坑了 嗯 所以這是我近期追的兩個影集吧 影集 兩個劇 就是大嘻哈時代 跟衝女劍組合皮書 我今天看到LULUPO 森林之王第三季 開錄了 喔 真的喔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幾年的 台灣選秀節目 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對 越來越發達 不會一直很侷限在 在同一種吊吊聲 對 而且我很喜歡看那個 就是藝人合作賽 對呀 就是不同風格的搭在一起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喔 好厲害 對 而且因為很好玩的是 因為之前他們就說 盧廣 他們那個 因為現在的大嘻哈時代 主持人是林英宏 對 水哥 對 他一開始就有講說 就是 以前盧廣仲寫了 一首歌就是那個 吃早餐是一件很搖 很搖滾的事情 對 然後 但保跟熱狗寫了一個 不吃早餐 才是搖滾的事情 很嘻哈的事情 很嘻哈的事情 對 然後 但我們現在在這邊 把搖滾跟嘻哈都融合在一起了 這樣子 對 我就覺得 欸 其實這很好看 終於不是兩件事了 對對 他們融在一起 就一件 一件事這樣子 其實這蠻好看的 而且就是對一些 老歌新唱 會有不同的感覺 喔 這個吳卓元就很厲害了 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吳卓元這一次跟那個一人合作是唱買榜 就他們很熟悉 買榜 對 然後很特別的是因為評審有熊仔 所以原唱在下面 對 然後我看你怎麼唱 就是這種感覺 他壓力好大喔 可是改編還不錯 分數算蠻高分的 是 對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你剛剛有講到那個 Kimberly Kimberly就是唱愛你 因為我覺得Kimberly的現場很強欸 她的舞台魅力很厲害 對 因為我其實之前像在新北華那椰旦城 然後一些不知道我忘記哪些場合 聽到她唱現場 對 很強 嗯 她舞台魅力啊 台風什麼的 而且她的 她的聲音掌握度很厲害 但是算是爆發力型 對 我覺得在這個裡面就是 吳卓元跟陳芳語 他們兩個都是屬於洋派的那一種 對 可是 吳卓元就是比較 嗯 慵懶一點的感覺 Chill 對 然後吳卓元就是很有活 不是 陳芳語就是很有活力 對 很 非常美式 很熱情的那種感覺 對 對 所以其實你就覺得 哇 其實這兩個人的舞台魅力都非常的棒 哇 這集想必非常好看 你真的要去看黃飛 黃飛的表現 讓你真的會是 無法想像 耳目一新 真的 然後你看飛你就覺得 哇 我們心目中的飛回來 它還是一樣漂亮 我有看到飛的片段 對 他們就唱Lydia 就是 哇 完全沒有變 經典 對 然後盧廣仲唱了吉莫考 喔 吉莫考也很經典 然後Trash唱了他們之前的新歌 就重感情的廢物 然後Mazuka唱了那一首叫 Madovado Madovado 像狗一樣 喔 對 就是原住民歌 原住民語這樣子 很特別 都很特別 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 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聽聽看 就是它是EP11 就是第11集 對 它在YouTube上面就可以看到 那漸漸的它有流出 它有一些 有釋出一些就是 表演自己的片段啦 因為它之前是上一整集的 對 那現在就是各個片段有慢慢釋出了 大家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來看這樣子 所以你說現在是第二屆囉 第一屆 第一屆 目前都還是第一屆 大西亞實在還是第一屆 主持人有換人 主持人有換人 因為前一陣子疫情的關係 原本是 原本是誰 原本是Jay Sean 對啊 那因為他就是後面檔期的關係 後面檔期的關係 然後現在主持人變成李英雄 然後評審的話就是有 熊仔 大隻 六王跟剃刀獎這樣子 都給的 就是蠻 我覺得蠻棒的 是啊 對 現在11集已經進入尾聲了 快接近尾聲 目前第11集是七強 現在是最白熱化的階段 可以去看看 我慢慢往回追了 有一點大嘻哈時代 沒錯 那我們繼續來聽 富士風 藤錦鋒的新歌 我們 欸唷 休息一下 待會呢 待會來個大的啦 我們也要大亂鬥一下 又要大亂鬥一下了 鎖定我們的飛碟 有完沒完 晚安 我是胖小姿 待會見 喲 好 ほら 見上げてみて 燃えよ あの空に燃えよ 明日なんか来ると 思わずに燃えよ クールな振り燃えよ 強がりも燃えよ 汗かいて燃えよ 恥かいて燃えよ 好 簡単じゃないかもね でも難しくはない 迷いながら探すの 噴かいて燃えよ それはみんな同じ 燃えよ あの空に燃えよ 明日なんか来ると 思わずに燃えよ クールな振り燃えよ 強がりも燃えよ 汗かいて燃えよ 汗かいて燃えよ 複かいて燃えよ 汗かいて燃えよ Zither Harp 確かなものにはKeep hold on なら明日のことなどNo No Baby 今日だけ見つめてPlease Stay Strong 毎日がBirthday We Are Babies Ah マジで何も怖くない この風乗って進め先へ 燃えよ あの空に燃えよ 明日なんか来ると思わずに 燃えよ クールのフリ 燃えよ 強がりも燃えよ 汗かいて燃えよ 晴らちかいて燃えよ あの空に燃えよ 燃え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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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 燃えよ お 燃えよ 有玩沒玩 我是胖小子 我是胖豪 今天呢 又來到了我們 第二屆 華語猜歌大賽 耶 請歡迎來賓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 那我們歡迎 他掌聲找太久了 沒有 因為我們用這個波蹭月 然後所以他要掌聲 要什麼你就噴太大聲 他不能同一鬼這樣子 沒關係 我們自備 先歡迎花花 嗨 大家好 我又來了 我是花花 就是上一次的參賽者 對 我們延續的到現在 今天又多了兩位的參賽者 讓我們歡迎Jenny 嗨 大家好 我是Jenny 然後我們歡迎我們的 Ria 大家好 我是Ria 對 我們今天又是一個 大亂鬥的概念啦 沒錯 對 那花花上次參賽完之後 有什麼心得 先訪問參賽者 對 腦力不足 需要吃點補腦的東西 上一次的歌單呢 是我直接在KKBOX 就直接選 就是沒有挑選過 就可能會出現一些 我們可能就真的不太熟的歌曲這樣子 對 但這一次呢 是 我就是也是找了90年 90年代華語 金曲 金曲 然後我就看覺得 這個歌手 這首歌應該大家都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加入個蛋 所以你其實已經瀏覽過題目了耶 可是我不知道前奏啊 你等一下只能算0.5分 超野哥 超野哥 其實有華語是嗎 很怕輸 我混了一首日文 一首韓文跟一首英文 欸嘿 好難喔 我覺得這樣蠻好玩的 蠻隨機的 Jenny第一次參賽的心得是怎麼樣 怎麼是有來吧 我上次沒來 上次沒有來 上次是我們三個猜而已 我上次是第一次 好緊張喔 真的假的 對啊 超緊張的耶 不要說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 不然是我們白羊作家族 那瑞亞呢 瑞亞也是第一次 進了我們的錄影間 然後第一次跟我們來錄有完沒完對不對 對沒錯 超級緊張 真的緊張嗎 不用緊張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是一個非常free的節目 這樣子 我們開心玩開心玩 對開心玩 不要輸不起耶 對自己喊話 好啦那我們先來 暖身一下 暖身一下 第一首 等一下等一下 因為我們上次其實有講說 什麼搶答的規則嗎 對 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每個人都搶答 而且上次到後來是大家聽完 大概30秒前之後 直接講答案 還是猜不出來 但這一次應該不會 這一次應該不會 反正 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們先來試試看 對對對 好那我們從第一首 好 好厲害 叮咚 是答對還是錯 叮咚嗎 噔噔噔噔噔噔 我還在那邊好厲害 但蠻像的 我有答案了 那你說 帶我走 啊對啦 蛤 你可以繼續放嗎 我沒有聽出來 每一次我走 一個人走 有印象嗎 有啊 至少我歌手猜對了 欸對啊 你怎麼那麼厲害 猜對歌手 只是講錯歌名而已 沒關係 等一下做新的歌也會這樣 沒錯 沒禮貌 完全可以懂 那我們來 你要先讓他唱一下副歌 唱一下副歌 好至少播到副歌 對對對 再讓大家喚起一下記憶 而且這禮拜 是不是接下來要開放 KTV 喔對 戴口罩 然後好像要先登記 對不對 詳細法隊可能要大家查一下 對大家要查一下 對但 口罩要戴好喔 但所以大家可以 藉由我們今天的節目來 順便練一下 KTV有什麼歌 太久沒去 下次應該用個KTV KTV熱門歌曲才對 真的 來了來了來了 帶我走 到遙遠的以後 帶走我 一個人自傳的寂寞 帶我走 就算我的愛你的自由 都將成為阿末 我不怕 帶我走 恭喜 來自於楊承琳的 帶我走 我有疑問 那這樣子要算誰得分阿 0.5.5嗎 0.5 0.5 胖小子0.5 覺得你0.5這樣子嗎 應該是他0.5吧 0.25吧 數學很好捏 真的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阿我們只要計分 我沒有拿筆 沒有 對啊 結果沒有人 那交給花花 好 那我們 我們就繼續聽歌 等花花記好好了 花花現在再把筆抽出來 我們真的是一個使勁秀 花花現在很緊張在點 好了啦 那你繼續啦 哈哈 沒有我們要等你等你講完 欸有欸有欸 有更大的 有更大台的 我輸了 哈哈哈 沒關係 我手上拿著 喔好啦 他還有Pencil 我就就給他了 對 好的 非常謝謝我們的新同學 Ria 好厲害喔 記得分數 好 好的 好 那我們就 下一題 等一下喔 我要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很客難的出題者胖胖本人 他是用一張紙把他的手機 唉唷 沒有沒有沒有 那沒有那沒有 好熟喔 那沒有那沒有 我跳下一首 我跳下一首了 他用紙把他那個KKBOX的播放 上半面遮起來了 遮起來他只留下play鍵 對 好 那我們就 哈哈哈哈 我還寫0.5 對 0.25 好的 就不要被我引走 真的 好準備來囉 大家聳肩一陣困惑 哇喔這什麼 不會沒有印象吧 只要多愛我一天 Energy 請聽聽 哇 Face嗎 來看書式喔 只要愛我 一天 和你說再見 恭喜我 哇 哇 這可以拿十拿一分了吧 可以 直接十拿一分 大家在以前是5566派還是Energy派的 我大概是5566派還是Energy派的 我大概是56不能忘了 都有耶 都有我沒有辦法分出來 Ria妳有聽過5566問Energy派 TOLO TOLO TOLO跟阿滴 五個嘛 其實那個很快的講出來 可能這首TOLO就是比較不熟 會嗎 他以前最帥 不會啊 他以前最帥 以前那TOLO跟牛奶在PK 那個時候昆達還沒有到 但我覺得很喜歡昆達 昆達偶爾會突然 他其實現在長得跟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很多 他沒有想到昆達現在已經飛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那我覺得現在昆達真的很帥 很帥 又會運動 5566的話就是 黃仁甫 許孟哲 小刀 王少偉 王少偉 對 大家對他們討論好像興趣 就這樣玩 他在線上還是有看得到 他們比較常看到 比較不常看到的是Energy這樣子 要繼續聽還是下一首喔 阿富哥聽完好了 聽你只要多愛我一天 來聽著我們一起唱 誇張 好開心喔 擁抱的感覺 請你只要多愛我一天 但必須說這兩個團體 真的就是有主力唱歌的人 像Energy就是阿迪的聲音嘛 沒錯 五六就是協志跟仁甫 真的喔 主唱擔當 沒錯沒錯 以前好像有這樣分齁 對啊 好 好 來喔 下一首 下一首 余晨慶的春泥 喔余晨慶的春泥 喔 喔 我喜歡這首歌的 MV 被搶走 一輪進寫的 是一輪進寫的喔 啊 我記得MV是040 啊 對對對 然後再一片就是 荒漠 均裂的泥土上 大地上 對對對 喔好經典喔 0.5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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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星矢 好我們現在的比 我們現在的比數來到了幾分呢 現在 在 捲泥0.5 康小子 康小子 0.75 哈哈哈哈 還不到一分 比比答對兩題 還不到一分 比比答對兩題 好 一分 好 加油 好 你是跟大家說加油啦 這意思 對 你是以一個最高分的姿態跟大家說加油 哈哈哈哈 我是以前冠軍的身份跟大家說加油 喔對喔 你是前冠軍耶 好 那我們就 下一首 下一首 林俊傑凍結 扯太扯 是吧 答對了 好強喔 月行者專輯 哇 你是很愛林俊傑的前兩章 哇 我懂我就是豆漿油條 那張專輯這樣子 那張真的好好聽喔 那八九七五七是哪幾張 第三張 那就是編號八九七五七 那張專輯就叫編號八九七五七嗎 對 什麼一千年以前 一千年以後 他有以前跟以後 木乃伊 對木乃伊 他的主打歌是編號八九七五七 對對對 各位同學有沒有看到一個困惑的眼神 我之後專輯沒 哈哈哈哈 這對你來講有點困難耶 因為我也算是 因為我也算是 你們兩個目前還沒有拿到分數耶 就 我握個手握個手 對 目前還沒有拿到分數 這一張是我國小的時候 所以他可能還很小 Ria可能還很小 我也是沒跟你差很多歲的 哈哈哈 對也是耶 可能最好來個孫燕姬 我就絕對會才對 好 真的嗎 期待一下 我裡面好像有孫燕姬了 冬結的時間 冬結 終於那一天 冬結那愛的月 冬結溫定的時間 他聽眾覺得我們太吵了 不敢吵 自己飛到 哈哈 但好好聽 林俊賢剛出來的時候 他的 音樂真的是 蠻好聽的 不能說現在不好聽 可是他應該是說 他就是我們以前 他剛出來那個年代 對他的聲音跟他的曲風 對蠻驚艷的 對 完美的轉音 我們要迎來下一題 第四題 新樂團 的什麼 新樂團的什麼 這應該是海 海 擴天空 海擴天空 海擴天空 是Beyond 哈哈 甘聽 喔 不是 不是 你擴天空 是什麼歌 天高地厚 我剛剛說什麼 海擴天空 海擴天空 好 我搞錯 0.5 搞錯歌名 幸樂團的天高地厚 你們要直接 胖小子0.5還是0.5 0.25 0.25 他叫我就有1分了欸 哈哈哈哈 我讓你抽1分 你叫我就有1分 哈哈 喔 新樂團也好懷念喔 新樂團 就是要去KTV唱 彪歌 除了天高地厚還有哪一首 誰都要愛 啊對 一了白了 唱的大約很累 然後赤鳥 欸 赤鳥是也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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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亂了 混亂了 但就覺得那年代真的很多 經典K歌 想太棒了 想太棒了 我就不敢唱這一段 所以 唱剛剛 唱前一句 對 唱前一句就好了 想擁抱在最美麗的那一刻 想看見陪我都追走誰是朋友 你是我最期待的那一個 好的我們要來進行到下一首 第五題 第五題 我們難得這麼安靜 已經過了15秒 接到了嘈雜聲 20秒 要轉副歌嗎 還是要繼續聽下去 啊啊啊 有點熟 聽下去好了 要給提示嗎 給提示這一題就只有0.5分喔 剛剛唱一句嗎 好 你眼 請 回 笑到不了啊 誰的啊 范瑋琪 好難喔 答對耶 范瑋琪的到不了 欸真的 我好強啊 0.5 耶 或是1分 1分吧 1分 1分 謝謝謝謝 因為捷尼是附和 捷尼的范瑋琪感覺比較像是附和這樣子 范瑋琪剛出來的時候也是很多經典的情歌 到不了 那些花兒 那些花兒 一個像 殺人嗎 秋天夏天 一個像秋天一個像夏天 啊 秋天夏天 好簡略 國靖 國靖 跟張少海 跟范瑋琪 現在如果還可以看到他們三個合題也是滿厲害的 還是 應該是滿難的 你不要那麼激動好不好 拆麥克風 不要把麥克風拆掉這樣子 而且那個時候對於范瑋琪很大的印象其實是 可謏 真正好 這裡是最巨大的 你不要胡開 你不要分為了 你不要再把你打開 你不要做 你不要再把你打開 我 República 你不要做 我第一次 蓋水 我想到小玉我就突然想到那個Youtuber 小玉 你的小玉和我的小玉 我突然跳脫那個年代感 來到最新的地方 好我們先來聽一下這一首 來自於范瑋琪的《到不了》 聽完這首歌之後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飛碟有玩沒玩 我是胖小子 我是娃虎 還有我們的華華 Hi Janny Ria 待會見 終點卻是我 永遠到不了 感覺你來到 是風的呼嘯 思念像枯搖 竟如此難熬 每分每秒 我找不到 我到不了 你所謂的 障礙的美好 我什麼都不要 知不知道 若你懂我 若你懂我 這一秒 我想看到 我在尋找 那所謂的 愛情的美好 我靜靜的依靠 靜靜靜熟熟熟熟熟 不敢老掉 一絲一航 一絲一航 願你看到 doctor 我只手 我在找找 我安心 Vivる 露燈子 我 mund に心裙 你不看 riment 若你懂我这一秒 我想看到我在寻找 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 我静静的依靠 静静守老 不敢留掉 一丝一毫 愿你看到 我是胖小子 在我们前面的是 嗨大家好我是花花 我是Jani 我是Ria 我们来到了第二届华语猜歌大赛 但是我们刚刚广告的时候就在聊啊 然后浩华就说 他以前在车上都听阿亮 孔子的重心收响四个人 就是听紫月 然后就想说那你听过超跑情人梦吗 浩华就蛤这是什么 拜托这很红欸 超红的 当代最红的歌 现在听一下阿亮的歌曲 超跑情人梦 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喔 很便宜 你们都卖我不管喔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最近的歌吗 不是 嘿 每个人的心动都有一辆梦翻车 不要跟我说他只是代步的工具 还有亮哥的风景 赶快踩下游门带我天地变形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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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一瞬间踩下游门吹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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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紅燈停 綠燈行 看到行人要擋心 快車到晚了 天才是晚了 很炫的焦鞍宣導歌曲 超炫的 好酷喔 剛剛大家在錄音室裡面就是 搖頭晃了 搖頭晃 然後大家就帶著耳機這樣子 非常動感的歌曲 我記得他前陣子他有去表演 然後就跳整首 好厲害喔 這個動感舞曲是有搭配舞蹈的囉 有 他好像有舞蹈 要去看MV MV一定要看一下 MV上面有 你要支持亮哥 不可能在一隻都是紫月 他有超跑情人夢 我會更新一下的 對 你要更新一下 好 那我們就請亮哥先下台 謝謝亮哥 那總結一下剛才我們上一段的分數是 目前比數 目前比數是 Jenny 0.5 胖小子 1.25 1.25 然後 WHO WHO是3分 110先 兩位加油 兩位妹妹可以 兩位加油 我會珍惜我會被叫妹妹的時候 在那邊 兩位加油 好 我們來進行第幾首 六 第六首 下一題 沿海地帶嗎 不是吧 是吧 是吧 你太扯了 玄子的沿海地帶 好誇張喔 最後這首歌的直筆耶 那時候有搭配一部劇我記得 來自天堂的孩子 對對對 李威吧 講一劇就厲害了 也是很經典 他就突然斷掉了 就是因為拆到選子了 怎樣 他就突然歌就斷掉了 怎樣不屑唱是不是 手機 你是說選子 我是說你的手機 其實選子 大家對於選子的印象應該是 我的是不得不愛啦 就是大家對他的印象是不得不愛 潘潘微波 對 還有 重播一次 其實他前陣子也有去那個 把乘風破浪姐姐 有我記得 很有趣喔 有 完了因為那個 納因的 太可愛了 納因跳日不落 真的是太努力了 太可愛了 讓大家就是 覺得有點太厲害了 好 那我們準備進行下一首 所以我好又加了一分 耶 對對對 一樣 好像有播放 為什麼大家都有 新樂團 好熟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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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好 好 好 我還是寫不出來 我還是唱不出來 國中時候的歌 國中時候的歌 好 國中時候的歌 為什麼會記住我的姿勢啊 他能唱歌詞啊 十月十八 所以你們 剛是你們兩個同時講嗎 他先 所以我和他再度一分 我不屑 紀念 這一天 我們分辨 我不屑 懷念 你的嘴 談著抱歉 我回來發誓 你的側臉 只是我腦子裡面的一點殘血 一點殘缺 你們到KTV會點無客群的歌嗎 我個人是不會 因為我們是女生啊 就是唱男Key比較不好唱 那所以你們女生會特別唱男生的歌 不會就是都是唱女生的歌 不一定 那你們會唱 你會唱什麼男生的歌 章魚 感覺你就是會唱 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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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就點無客群的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分了 沒關係 你的表哥好帥喔 我們學長 腹肌 客群是我們學長 是喔 台藝大學長 林英宏也是你們學長 對 水哥水哥 廣播金子 廣播金子 對 好我們進行下一題 聽過了 第一次的愛 余朵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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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魔女的條件 余朵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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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的 日文歌 余朵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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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們有看過魔女的條件嗎 我沒有耶 我也沒有 就以前介紹的時候就會說 這是魔女條件的歌 到底哪裡 誰想想想 来了来了 大 悲し Ilumusun 新しい歌 唯 cierluまで 这首金锦歌其实很多人都有翻唱 对 因为真的太太经典了 太好听了 我觉得我们下次要玩新歌啦 那我 电台排 exception 新歌这样子 然后大家拆课 诶 然后我们这样怎么算分啊 诶 都加烟给我 好這裏大送分大家全部加0.5 破蛋了 兩位破蛋了 開張開張 好那我們準備換下一題 Oh Justin Bieber baby Yes Yes 太強了 完整的拿到衣服了 完完整整 對 這個是不是可以這個比那個傑西麥卡尼或是 可以可以 這應該是大堆 這有喚起回憶喔 成功 天啊我都已經忘記他這個時期了 超嫩超可愛的 還是孩子欸 這個時候真的是孩子然後 再大一點就開始惹出很多事情 是吧那個時候 然後現在就結婚這樣 現在結婚了 對結婚了 結婚了 結婚了 跟誰 跟誰 對 喔 就不是那些緋文女友 不是 不是 So sad 不發心了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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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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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因為上次專輯我的同學有買 然後 有買喔 對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就跟他借來聽 我幾乎這張整張我都 都是熟的 難怪你剛剛馬上 馬上一開始就爆出來 厲害 太棒了 完整拿下一分 恭喜浩華 好 下一首 背叛 超格 超格 哇 很強欸 終於 恭喜 我贏過 Jenny 了 Jenny 現在是0.5嗎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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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後面都沒有太重 太重啊 很難 前奏真的很難欸 我們等下到後面要不要玩 就是中間 中間要 可是中間有時候就是剛好停在副歌的部分 一聽就出來這樣子 好好笑喔 這也算是當年 超級星光大道的 爆紅歌曲之一 算是被楊宗偉唱紅的嗎 對 就拿來當比賽歌曲這樣子 對 還有我們剛剛 因為到不早也有說到 是林佑嘉 在比賽的時候也唱紅了很多歌 像 我愛的人 對 還有 那些日子 很多啦 超多 其實很多歌曲都是從 選秀 選秀節目 劉佳盈 就把 生起白嗎 來聽一下曹個的背叛 靜靜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 还要我说明白 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 我用背叛自己 完成你的期盼 把手放开不问一句say goodbye 当做最后一次对你的逆爱 冷冷清清淡淡 今后都不管 只要你能愉快 曹葛的女儿 最近看到她已经变成一个少女了 我刚才曾经在听歌 然后我一睁开眼睛 大家都在滑手机 我想你们在找下一首歌 然后90年在歌曲上还有什么歌 小哥当爸 是几个女儿你知道吗 她是不是两个小孩 好像是两个 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对对对 之前很可爱那个肉包时期 突然就好像前段子过十一 还是十几岁生日 变成一个少女了 好快喔 对喔 对他们的印象是那个爸爸去哪 对对对对 很可爱 很可爱 小朋友的时候 好 好我们要来进行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对那我们现在比分是多少 现在 杰妮是一分 胖小子是1.3分 怎么会有八分了 四者五入吗 刚刚1.25加0.5 哦1.25加0.5 1.25加0.5 1.75 Ria数学不好呢 对 Ria 你有发现我在把后面5进位吗 对我想说是5直接进位吗 然后总会有3 我0.05 所以胖小子是1.75 好啊1.5 5.5 5.5 5.5太高了吧 5.5对对Ria 1.5 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要来猜咯 来哦 好熟哦 一定有配什么 风吧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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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那个时期有把一些歌加到我的MP3里面 就这几首你知道的 这是谁的蔡明佑 我的蔡明佑啊 她一开始猜错 对不起 林佑 sorry 我太久没有看到你们 好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蔡明佑的歌曲 我可以 听完这首歌之后 我们要休息一下 下个小时继续回来我们的华语猜歌大赛 我是帮小子 我是帮小子 还有 华华 Jenny Ria 我们待会见 谁都是你 偷偷在哭泣 我要唱歌哦那我那我继续推上去 幸福 真的不容易 在你的背景 有我爱你 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 不用太多说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又再一次和你分离 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是因为你 你 尽 没有地址的心 这样的情绪 有种距离 你 放着谁的歌曲 是怎样的心情 能不能说给我听 雨下的好安静 是不是你 偷偷在哭泣 幸福 它真的不容易 在你的背景 有我爱你 我可以 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 不用太多说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又再一次和你分离 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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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你 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是因为你 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欢迎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是老虎 我们一样进行 就是我们上个小时的 最后两段进行了 第二届的华语猜歌大赛 如火如荼继续进行 对那一样欢迎我们的参赛者 华华 然后还有 Jenny 还有 Ria 今天五位参赛者 对非常热闹 我们以后可能会到10 对面都坐满人这样子 好热闹 那么总结一下上个小时的总分 好好好 Jenny1分 胖小时1.75分 加对了加对了 华华1.5 6.5 Ria1.5 她叫我5 我好 很在意 毕竟在职场上其实没有人 没有人会念对 跟我的本名一样没有人会交对 真的跟我本名没有人会写对 你有发现你的 智场 金中入园手册 那个应该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给主办单位说 忘记我可能没有改到我手指 自己还打错 好的好的 好那因为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菜歌大赛 所以就是会有点比较特别 特别的 我们想要试试新的进行方式 对我们想要进就是 我可能移到中间 可能某个地方 歌曲的中间 我们就从歌曲的中间 播放这样子 随机播放 对啊好 好紧张喔 这很难欸 准备要来啰 张正月 哎我别走 诶 0.5 0.5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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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这里我就猜不出来 真的吗 诶 刚从从东西一个措手不及的感觉 诶 这个就可以了 诶 诶 诶 张正月也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不觉得他 诶 会流行 老或者不是 就是他的声音其实是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你也不会觉得 完全不退流行的歌 就是你现在在听爱我别走 或者是自由 或者是什么 对这些歌曲你就觉得其实还是很好听的 很疗愈 很疗愈 我以前我以前去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 我唱这一首 然后中间破语 哈哈哈 就是 真的是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 你不爱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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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我 就肥掉了 哈哈哈 当下有没有这样钻地洞 有够好笑 哈哈哈 那你现在要来雪池一下吗 我不要 我不要 哈哈哈 大家听歌就好 听歌就好 你不爱我 HSEN 爱我 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這是現在去唱歌還是會點的歌 會耶 會 還有點自由 我會點李心姐的 我比較喜歡李心姐版本的 你是想看MV吧 李心姐的自由的話是 欸這首我忘記MV 可是他那個李心姐的愛錯 我愛錯了 你有看過那個 現在有點沒印象 但應該有啦 那一部我真的覺得 對我來說愛錯這首歌 我不會想到王力宏 我會想到的是李心姐 我昨天跟我朋友討論 就是你想到煎熬 你會想到誰的煎熬 李家維 你們不是想到孫協志 跟王仙玲的煎熬嗎 對耶 其實在上面 喔對耶 你們這一群假五六粉 我沒有說我是五六粉喔 不行 我說我是 撇淨 我就說 講到煎熬一定就是想到王仙玲 跟孫協志的啊 但因為這個真的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你還是會先想到李家維 真的喔 對啊 好啦我比較老派一點 那我也會唱煎熬 我是說 心機的煎熬 對 好那我們準備下一首 喔 周杰倫 周杰倫 可愛女人嗎 可愛女人 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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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周杰倫的可愛女人 就說吧 不可能沒有杰倫吧 是不是有杰倫 是不是有杰倫 一定要有的啊 對 而且這是我第一首加進去的 有 這是我第一首加進去的 太經典 讓我懂了你 可愛女人 很漂亮的讓我喜歡的可愛女人 很柔的讓我心裡變可愛女人 前面三位你們可以晃同一邊嗎 我可以這樣 鑽在一起 像這樣撞在一起的感覺 好鑽在一起 好鑽在一起 很柔的讓我命運的可愛女人 很柔的讓我心裡變可愛女人 很柔的讓我心裡變可愛女人 很柔的讓我感動的可愛女人 我記得 詞也是許若瑄寫的 啊對可愛女人也許若瑄寫的 雖然你唱的時候永遠不記得 是什麼什麼的 什麼什麼的可愛女人 可愛女人 而且周杰倫的歌就在kdv 一定要唱啊 對不管是什麼本草綱木 黑色毛衣 好可愛女人 因為你講這些我都不會點欸 還在心眼前 還在心眼前啊 還是你說點告白氣球 然後點 對 雙結過 好心 你這太新了 好那我們來進行 下一首 下一首從 比較偽咒一點好了 接近尾巴好了 來喔 準備來 很像台語歌喔 這比較偏向偽咒的部分喔 然後就這樣到結束 沒有人知道 會睡不著 會不會太偽了啊 等 沒了 好想接蘇達旅 是不是 是不是有可能 這雞蛋 我覺得他要解釋一下 居然 完才哥他在玩到就是 抓到尾巴 我想說還有30秒應該會唱歌吧 好我現在抓到中間的部分喔 好 一樣 還是是張玄阿 很有張玄的味道 那我從頭好了好不好 這首歌我就直接從頭來 這首歌我們給大家聽的偽咒 中間還有前奏喔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是不是抓到眼中去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是張玄欸 我現在非常的期待他到底是誰的歌 對 那我們就繼續聽下去 好的 沒有人要唱歌欸 就感覺到 進歌點了吧 這是 instrumental 半奏版 好你看吧 他寫寶貝 in life 欸這是張玄 是不是 所以這只是前奏還沒有人唱歌 我可以得0.5分 張玄的 硬要拿分數 欸 喔 寶貝 也是 in life 所以 欸 剪尾刀欸 欸 真的沒聽過這個版本 Live in the night 這是 in life in life版本 完全個世界 喔 我發現他把我們氣氛有點拉到一個不知所謂的境界了 一個沉睡的階段 對所以我要我們要來進行下一首喔 那這算分嗎 不算好了 那 你也是拉到很後面欸 這個吧 還有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結束這樣子 好好 下一首喔 來 天花糖嗎 劉若瑩的後來 喔 對 對 對 是吧 是 厲害厲害 對 那我們要 尾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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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歡迎尾咒 歡迎尾咒王 飛碟浩小子 欸尾咒可以一分吧 尾咒 可以 好1分 自己的分數還是要自己來爭取 而且後面大家好像都沒有唱咧 沒有就是很好聽的吉他 好那我們 當時的Ella參加宇宙美少女爭霸戰的決賽 就是唱這首歌 然後就被淘汰了 所以多年後多年後他在SH的演唱會上面 有重新唱這首歌 很感人那個moment 就是當初當初唱這首歌被淘汰 我跟你說我跳了這首歌回來 我還是在這拳子站那麼久 就算這首歌被淘汰我還是站老娘 他就站在這裏 好那我們下一首歌我從中間開始放 好 聽好啊 對對對彥姿終於來了 彥姿就說了 就說有彥姿嘛 我愛小人我奮不顧身的一個人 我以為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我怎麼覺得來到國小和唱團的感覺 在唱之前打得泛輕一口氣 誰的悲哀 終有殘缺 我走在每天必須面對的翻炒路 我懷念過去單純美好的小幸福 愛總是讓人哭 好像我們之前介紹那部電影 聽劍哥在唱 剛剛那個瞬間 然後就大家一起唱那個感覺 我瞬間覺得我來到電影畫面 很整齊 我們是以這種唱軍歌的方式來唱 好 那我們 真的 那我們來進行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 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嗎 我沒有看到 好 那沒關係 那這首歌我不參與 因為我想 大家從頭開始還是要從中間開始 中間 好 那準備來 徐懷鈺有怪獸 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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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的年代嗎 徐懷鈺真的是我小時候 很喜歡的偶像 不管是什麼妙妙妙啊 我是女生 有怪獸 天使 然後什麼的 誓言 是 我沒聽過 我都聽到東感一點 小時候有跳過 真的假的 而且我跟大家說 現在去有一些運動中心 還是什麼的那種游泳池 不是都會有課嗎 他們暖身還在放許懷孕的歌 那不是范小雪 很眷勇耶 范小雪 小魔女 小魔女三圈妞 三圈妞 三圈脖子 尿尿屁股尿尿 你們有在尊重一下徐懷鈺嗎 哈哈 好 來聽一下徐懷的歌曲 怪獸 誰也會跟誰牽手 愛說去說 反正我從來沒認真聽過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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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著我 有怪獸 打怪獸 臭怪獸 黏著我 一口咬一口吃掉 我本來更愉快的生活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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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纏著我 藍怪獸 打怪獸 臭怪獸 別煩我 再啰哩啰嗦 你腳踩到外太空 我是空是笑是美是愁 到底哪一點犯錯 請放給我 請放給我 讓我自己快樂的自由 好的 我們接下來要來到 這一次比賽的最後一首歌了 我們現在比分是多少 哇 不得了 差距有點大 Jenny3分 胖小子2.75分 花花2分 嗚吼 嗚吼 好 我記住了 嗚吼6.5分 Ria2.5 所以最高跟最低差幾分啊 差4.5 4.5分 所以我們這題要5分嗎 又來又來 那我們這題就是5分題 然後從中間 由分數最低來選好了 由中間 中間 前面還是最後 我最低中間 你這題 你看著我 你看著我 我不是 掌握的話語權 好 那中間嗎 是 好 那準備來囉 9.6分 有 你這題就是要 其他 不是寂寞邊界吧 不是寂寞邊界 是痛測心扉 是痛測心扉 寂寞邊界啦 這是我 對啊 來喔 富哥要來囉 富哥要來囉 天啊 我來到寂寞邊界 愛一心切心在躺著鞋 我沒有辦法唱太高 所以這樣的話是 我和 2.5 我2.5對不對 對我和這樣就是9分 欸 對嘛 都可以我和對不對 沒有我是2.5阿 2.5阿 他講對 對對對 1.25好不好 欸太難了啦 有看我在手 2.5 我也在轉 他痛測心扉總長 天啊 突然想不起來 痛測心扉 記憶的上面 痛測心扉 痛測心扉 不是很像嗎 沒有這太 這太 這太那個 痛測心扉 我剛剛是不是也有一個講錯歌了 可惡 真的 那我們待會最後首歌就來播痛測心扉 好的 那這一次的冠軍是 是我們的 9分 是蟬聯嗎 蟬聯冠軍 蟬聯冠軍 耶 感謝火華 感謝大家 感謝念婷 感謝Jani 感謝Ria 掰掰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方小子 待會見 我們 回憶充滿整個房子 我們的住處 圍困我笑也不會 茶也不思 一個人 晃晃又呼呼 相愛的過度裡 沒有人居住 回憶混亂我的腳步 阻礙了出路 證明了你的姿色 你的貪圖殘忍的 看著我無助 平淡的回憶我 虛假的無辜 痛痴心扉記憶得上 一寸一寸 想你的安苦 否定我這些日子以來 能付出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名的憤怒 不能相處 只能安靜的痛苦 回憶混亂我的腳步 回憶混亂我的腳步 出愛的出路 證明了你的姿色 你的貪圖殘忍的 看著我無助 平淡的回憶我 虛假的無辜 無辜 童真心扉記憶得上 一寸一寸 想你的冷酷 否定我這些日子以來 無辜的付出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名的憤怒 不能相處 只能安靜的痛苦 不知名的憤怒 同誌心扉記憶得上 一寸一寸 想你的冷酷 告訴我 不再需要 由我來保護 不能睡的痛楚 不致命的憤怒 不能相索 只能安静的痛苦 不能睡的痛楚 不致命的憤怒 不能相索 只能安静的痛苦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 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繼續要进行我们的吃货来开箱 之特别企划 算是特别企划啦 我们集结了一些有名之名的可以归纳在一起的东西要来开箱 可以比较像是有时候你可能家里突然没东西的时候冰箱翻一翻可以吃到的东西 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的偶像代言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听Ella的《浑身试镜》 《浑身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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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调做 做更好的我 做更做更好的我 清安静 我渡过药的人涩体 在我血脉里成军 背着我 颤阳过去稳固执行 累许用速度刷新 哦 全场景气力 来陪我一起目击 自我对大的脚力先会失过天津 别人各自在成冠军 我再跟我自己拼 只要带下我这个假想敌 我温舍 时间总不敢提 我最怕 数个想个自己 我温舍 时间却不想提 不断挑战我自己 做更好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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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街 一个一个攻下救的我 一个一个街 一个一个不加思索 一个一个街 一个一个追鬼摆掉我 做更好的我 做更做更好的我 又将会错过了什么 又将会收获什么 我 和谁走向立刻 越是委屈越启动 想不想每一次经过 和自己擦肩而过 你不想成最快乐 哦 我温舍 时经总不喊提 我最怕 自己怀疑自己 我温舍 时经绝不想提 我要战胜我 战胜我自己 你 做更好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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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街 一个一个攻下救的我 一个一个街 一个一个不加思索 一个一个街 一个一个追鬼摆掉我 做更好的我 做更做更好的我 或者是一些用的啊吃的啊 你都很常看到Ella的背板就在路邊 沒錯包包啊 什麼都好好看喔 什麼都可以代言耶 而且剛剛渾身試鏡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 是他當年還在懷淨寶的時候 他大著肚子然後跳這麼帶勁的歌 好可怕喔 他真的是地表最強的孕婦 然後就真的覺得什麼事都難不倒他 好就連懷孕也可以跳這種舞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最近代言很多東西 大家很想試試看 那為什麼今天要播Ella的歌呢 因為我們要來開箱 石德思廚 因為前幾天石德思廚有上生活同樂會 對啊 然後他們就帶了他們的冷凍包來 算是冷凍包讓我們現場加熱 對對對冷凍包讓我們現場加熱 然後吃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時候錄音室啊 比我們那時候開泡麵還有香 喔真的喔 因為我那個時候不在現場 所以他剛熱起來是很香的味道 很香 因為他們那天帶了一個是那個牛霜寶 牛霜寶 然後還有獅子頭 獅子頭 西魯鍋 蘭陽西魯鍋 超香的 因為我是下啊 我是錄完唐大哥的時候有出去 就看到他們在吃 然後我就跟著在那裡吃 我們就馬上來個開箱這樣子 沒錯 所以我們來分享一下我們當時吃的時候的口感 對 西魯鍋蠻特別的 嗯 他其實就蠻多料 像一些乾貨 然後 他那個魷魚好香喔 喔對魷魚很香 那魷魚很香 其實有點像北菜肉的感覺 對 可是他加了很多不同 像像很多像 對像剛剛講到的魷魚啊 那些乾貨 其實讓整個湯頭吃起來 蠻鮮甜 對 然後最特別的是我覺得他加了那個米苔木 米苔木 他加了比較碎一點的米苔木在裡面 那他就會吸那個湯汁了 喔對 薄薄的 所以喔很香 對然後因為他們這一次有帶了就是獅子頭 他叫做紫玉金星獅子頭 這個真的超酷的 很特別 因為一般獅子頭我們很常吃到就是用醬油 然後搭配北菜肉這樣子 那石德斯楚呢 他是 他是一份是三顆 那這一次他來那個生活同樂會 他是跟西魯鍋一起放著 就他擺在那個湯裡面 對對對 而且這樣也蠻好吃的 而且最特別的是他切開來 裡面最中間是蛋花 然後在外面一層是 芋泥 我就覺得好像哪有看過這個組合 不就是我們月餅吃到的感覺嗎 那種芋頭酥蛋黃酥的感覺 對 然後他的絞肉裡面還有韭菜 對我覺得他的韭菜是最特別的 對韭菜很特別 很提味 對 反倒是芋泥其實味道沒有那麼重 就是如果你怕吃芋頭的人 其實吃到這個 他沒有太多的芋泥 我覺得會不會跟我們那時候 其實已經熱過之後又放了 喔 涼掉有差 涼掉跟熱的 剛熱起來吃會比較有味道啦 他的蛋黃也沒有那麼鹹 嗯 他蛋黃不是那種重口味的蛋黃 對 所以吃起來不會到很密 所以其實一次就可以吃三個 對 我們在外面然後邊吃 冷的沒關係我吃 然後我就在那邊吃 欸 很特別 對 然後另外我覺得一個更更特別的 他就是剛剛講到的牛雙飽 這個我最愛 我覺得他很像 我一直說他很像韓式的料理方式 不太像 他其實主要就是牛筋跟牛肉 對 雙飽嘛牛筋跟牛肉 然後還有紅蘿蔔跟馬鈴薯 嗯 但他是用辣椒醬 他給我的感覺 他比較偏辣一點的感覺 有一點西餐的那種胡椒味 喔有 他比較像是黑胡椒的辣 有有有 但他其實外面是紅色的 可是 看起來很辣 其實吃起來不會很辣 他很下飯 吃起來很下飯 而且很厲害 他的紅蘿蔔跟馬鈴薯 嗯 都是有能有角的 因為通常你要燉到很夠味的話 他可能邊邊角角都會糊掉 對 因為他的牛筋跟牛肉 是非常非常軟嫩的 他的牛筋好好吃喔 所以你就會以為 那個蘿蔔是不是會爛掉 對 爛爛的那種 不會 因為你很怕吃到的時候 就是爛爛吃 咬起來就散掉那種 就是沒有口感 會有點生氣 可是他的紅蘿蔔咬下去 就稍微還是有點脆的 對 是脆的 但因為畢竟是冷凍食品 然後再加熱起來 就他不會像一般 我們去外面吃咖哩那麼脆 嗯 那麼那個口感比較好 可是因為他冷凍起來 他其實咬下去還是脆的 但是又不會很硬 對 他的馬鈴薯也是咬下去 也是有口感的 有口感 但是裡面又鬆鬆的 對 然後又蠻入味的 然後吸滿著醬汁這樣子 所以他的牛雙寶真的很好吃 我個人大推 對 我也很大推 而且那天中午 就是胖胖一來吃一口之後說 我要去外婆我的便當 對 我就馬上配著我的便當 然後把那個 把那個牛雙寶就這樣把它吃完 這樣子 對 那這次很特別啊 石德思楚 他也為了飛碟電台 有一個秋季組合 飛碟秋季優惠 對 然後這個秋季 這個秋季免運組合呢 是有 我們剛剛提到的 藍陽溪乳鍋 嗯 然後紫玉金星獅子頭 然後牛雙寶 跟還有就是 呃 雖然沒有帶到電台來 可是他還有一個 滷肉包 滷肉包 是滷肉包 不是滷肉包 滷肉包 對 然後以及那個冰心芋頭糕 嗯 那其實石德思楚也很貼心 綠豆糕吧 我想要講什麼紅豆糕嗎 綠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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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石德思楚也很貼心 就是 假如說你家裡是不吃牛的 嗯 那你可以把牛雙寶 換成是一個 斧腿包 他是 腿褲 對他是豬肉的腿褲這樣子 這個我也好想吃吃看 對 那其實這五道菜啊 就是從主餐啊 配菜到點心 其實都有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慮看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到飛碟的臉書粉絲團 對我們應該有貼文 對對對 或是你們直接上石德思楚的官網 哦對上面也有 他們家是一個網路商城 哦 石德思楚的網路商城 因為石德思楚原本是一間餐廳 對 但因為近幾年因為宅經濟啊 加上疫情 大家其實冷凍包宅配包的需求很大 他們就跟主廚討論 怎麼樣把這個自己的招牌特色菜 讓大家在家裡也都吃得到 對 所以就冷凍起來送到大家家裡 對阿 而且這個其實很方便 就是其實如果你在家 假如說你是一家人的話 嗯 可能假如說有時候聚會 或是誰生日啊 或什麼的 沒有辦法出去吃 其實這個東西又微波 或者是用電鍋加熱 而且要滿滿的衣桌超豐盛的 很方便耶 但如果有些人會覺得說 可是如果我家裡沒那麼多人怎麼辦 其實他們也有推出小資親系列 很適合單身或是小家庭的人 對小家庭的人就可以去看看 那剛剛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餐點之外 他其實還有很多 像是因為電台有開團 像是有那個涼拌魚皮 太適合兩拌魚皮 對兩拌 然後還有蔥油雞 喔 然後他那天他來電台 他還有帶了一個他們的麻辣乾拌麵 喔對對對 我沒有吃到啊 你們感覺如何 辣 好辣 超辣的 因為其實前陣子中秋節的時候 他們也有送聽眾 他們自己的辣椒醬 喔 那天副理就說 我們家的辣椒是地獄級的辣椒喔 真的很辣 我們那天中午就 然後就去借那個快煮鍋 然後就是在這邊煮麵來吃 現場煮乾拌麵 乾拌麵 乾拌麵 可惡 然後那個 Jania他就在那邊煮啊 煮完之後他們就在吃 然後吃完之後 他就問我爸來吃 他說他們已經 稀釋了很多次了 把那個辣油都稍微洗掉 已經過水了 我一吃喔還是好辣 真的假的 好辣那個真的是 辣到嘴巴都是麻的 但除了辣之外 應該很香吧 很香 而且他麵是粗麵 對那麵我好喜歡喔 對那種波浪 然後粗的那種 對那種好好吃 那種很沾 很沾醬汁 很沾醬汁 對對對 然後吃起來就覺得 嗯很有口感 然後味道很香 然後很辣 很辣 所以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試試看 那試試看這一塊 對那他其實乾拌麵他除了 剛剛講到麻辣乾拌麵之外 他還有 乾拌麵 他還有 麻油 麻油乾拌麵 跟胡麻乾拌麵 這兩種 對其實都還不錯 然後他其實他還有很多像是 番茄紅燒牛肉麵阿 或者是泡菜牛肉麵阿 這一類的 他也有 他也有古早拌飯或是培根炒飯 好多喔 對他也有這一類 而且其實價錢老實說 我覺得都不貴 因為他的 就是大概都是你外面吃得到的 大概的價錢 對 外面多少錢其實他大概就差不多 因為有些可能冷凍食品 那會可能 價錢會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可能他的 冷凍的包裝技術阿 什麼的會把成本加在上面 而且現在其實賣乾拌麵的人很多 非常多 你有沒有發現有的乾拌麵 一包比一包還要貴 每個藝人都在賣乾拌麵 超多的 我覺得我們下次有機會 可以來做做看乾拌麵大評比 雖然有人做過了 可是我就會想吃 讓我存一下錢 因為有的其實蠻貴的 我們買便宜的 我們買得便宜的就好了 對 所以如果大家 對時德思楚的餐點 冷凍食品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 不管是上非得臉書粉絲團 或者是到時德思楚的 那個官網都可以 他是1 2 3 5 7 8 9 10 得到的得 食德思楚 他們有網路商城 對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吃吃看 其實真的是蠻好吃的 推薦給大家這樣子 那如果假如說 我們那個獅子頭啊 你要自己做成 因為他其實 因為他們有太多的調味 所以如果你外面 你想用什麼樣的湯底 你可以加到西魯鍋裡面 也可以自己用一些醬油 然後再稍微燉一下 其實味道也都很香 大家可以自己做搭配啦 我們那天就只是 因為他們帶了西魯鍋 對所以我們就放在西魯鍋裡面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吃醬油口味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再丟到醬油裡面去 稍微燉煮一下 會變得比較像是 大家比較常吃到的獅子頭的味道 沒錯 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用冷凍食品 然後做出一些不一樣風格 新花樣 對對對 新花樣的菜色這樣子 對啊 不曉得大家其實這陣子疫情 應該大家都上網買很多東西了吧 很多 這陣子大家都買了些什麼 我個人是有一個品牌啊 只要出新品啊 我就訂好了 應該是腦粉吧 腦粉 腦粉 所以現在聽到的就是Selina的四季 待會要來介紹一下 我吃遍了她的韌性一下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那麼就來我這裡 如果你想在心裡面 許一個願望 我是你的魔力 為你帶來好運 如果你想在心裡面 有一片海洋 趕快出來抖起 哪怕映著頭皮 我只早會烈日當空 曉得人們都不想懂 手裡邊出一夜 做真的散散 隨心隨地換來彩虹 不要獨自把動物相中 不要淹沒在人海中 如果和我一起 就能感覺到那春夏秋冬 太多太多風景 總讓你我動心 一念四季 一朝一夕 而是睜開眼睛 心聲你吸吸聽 一念四季 一臉一滴 有時候忘記天空 開始嚮往飛行 有時候憑我 想要擺脫地心引力 可能是生命只屬 像頑皮的精靈 揮動著魔障 劃出看不見的軌跡 有時候你都忘了 你曾經擁有過的夢想 我憑心裡的作辭 忘了經歷的風沙 迎接全新的感受 和我一起出發吧 和我和我在一起 一起看一念四季 記錄著一點一滴 尋找著 如果你想在心裡面 許一個願望 我是你的魔力 為你帶來好運 如果你想在心裡面 有一片海洋 趕快出來投棄 哪怕迎著投影 我知道 會不會當空 曬得人們目不相動 手裡變出一夜 做成了三歲 誰隨地換來彩虹 不要獨自漫步相中 不要淹沒在人海中 如果和我一起 就能感覺到那春夏秋冬 太多太多 不要淹沒在人海中 本來啊 我們今天有一個企劃 叫做偶像代言 我就要吃爆他 買爆他 喔對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 穿著oneboy冰封衣 錄這一段 喔 喔你有買喔 有啊 你買的時候是 他一公布Hibi 是代言人的時候 我就訂了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知道 說一開始的代言人 是郭雪芙 然後今年的代言人 換成了Hibi 天賦哲 對 但你怎麼沒有穿 因為今天 真的突然覺得有點冷 你說那個真的是有涼耶 他就是寫說 他就是說 穿比不穿還涼 很適合機車族 因為他真的是 穿著你騎車啊 曬太陽 比較不會那麼熱 喔對耶 而且因為他很輕薄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 放在包包裡啊 或放在後車廂啊 或放在車子裡面啊 其實都蠻適合 或是放在公司 就是有一種 突然假如說你有點冷 然後就臨時可以穿起來這樣 然後又防風 然後又稍微有點防潑水 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早上騎車來 我就會穿嘛 那下班就隨便塞包包就可以走了 很輕便 應該是相反 感覺晚上比較冷才對啊 因為他很涼啊 你知道電台錄音室就很冷 你現在是披著一件 毛毯 毛毯 對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個比較暖的 是Selina韌姓一下的粥 韌姓一下 韌姓一下 Eat就是吃東西的Eat 韌姓Eat 韌姓Eat 韌就是因為他姓韌嘛 韌對 就結合這個名稱 我記得他出了蠻多種不同的口味 目前粥有四款 好多喔 一開始是兩款 一開始是辛亂如麻 這個是麻油姜米粥 感覺是 喔 對然後再來還有一個芋人不熟 是芋頭香菇粥 芋頭香菇粥 芋頭香菇粥 但你因為你不吃芋頭 但我吃這一款 你吃 因為是Selina 還有 我覺得他芋頭味沒有那麼重 應該是說我個人比較能夠接受鹹的芋頭啦 喔 我是相反 我比較喜歡甜的芋頭 然後這一款我覺得他的芋頭沒有這麼的重 反而是香菇還蠻香的 香菇味很香 對對對 辛亂如麻 辛亂如麻跟芋人不熟 跟芋人不熟 他很會取邪音名字 欸對我覺得他名字取得很好 然後第二波出的是松露野菇粥 叫做菇枕難眠 喔 我非常喜歡這一款 這個感覺很香欸 因為松露的味道 對 他吃起來很像濃湯 喔喔喔喔喔 對泡起來很像濃湯 它很濃稠 然後有那個松露野菇 哇 不錯 感覺可以做成燉飯 另外一款是他唯一的一個甜的粥 是玉岩柚子 紅豆子米粥 喔這感覺這我很有興趣 欸他還可以泡冷的 喔他可以泡冷的喔 對冷熱吃都可以 他不是他不是熱才泡的開 他冷的也可以泡 或是你可以加牛奶 喔喔喔喔喔 我覺得也很搭 那不過這一款他自己本身也是有一點點薑味 對 因為他是要讓你暖暖的 喔那我再看看好了 我很怕吃薑啦 還好啦還好 對 但其實都還不錯欸 芋頭紫米阿 然後松露野菇 松露野菇 大推 然後芋泥香菇 跟那個焦 那個不是焦 麻油 薑黃粥 麻油薑黃粥 對啊 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的就是松露野菇 喔喔喔 因為味道很香 真的很像濃湯 喔喔喔喔喔 電台之前好像有收到 就是在第一波的時候有收到 有啊 謝謝Nana 謝謝 讓大家都吃的暖暖的 最近 因為 最近 除了喝粥以外 他還出了飲品 他還有喝的 喝的 我以為他只有粥而已欸 不是 可以 他最近出了一個冰糖鳳梨菊花飲 啊 鳳梨欸 很可愛的名字叫做若菊 若梨 喔喔 鳳梨 然後菊 包裝就是一個暖黃黃的顏色 很可愛 喔喔喔喔喔 他看起來很漂亮 也是可以泡熱的 也可以泡冷的 喔現在其實都很方便欸 很方便啊 因為其實很多人 有時候會不喜歡喝熱的 對 那有時候泡熱的時候 你還要冰到冰箱去 讓它變冷的再喝 但現在的技術還不錯的就是 你也可以泡冷的 可以冷泡 對冷泡其實也是很適合的 這一款我個人覺得 那個鳳梨的味道很濃 嗯 對然後再加一點點菊花的那種清香 清香 對 會有酸嗎 不會酸 我覺得比較偏甜一點 喔 鳳梨的甜味在裡面 對是甜味 果甜味 這種就很方便 就是你放幾包在公司 對啊 下午餓了 或者是同事餓了 就可以分給他 或吃飽飯要解個膩什麼的 就泡一杯來 想說解個膩就吃個粥 嗯 粥是我 因為我之前晚上會去運動東西上課 對 所以我去上課之前我就會泡個粥來喝一下 喔真的喔 就比較不會那麼餓 但是又不會吃太飽去運動 喔我想要提問的話 運動之前要吃什麼 運動之前可以喝半杯豆漿 半杯豆漿 喝一杯太多嗎 因為喝一杯有點太飽 可能會吐 那要運動前多久的時候進食 30分鐘吧 因為你不可能一吃完就去運動 對這樣會吐 對 所以大概運動前30分鐘 然後你可能喝個半杯豆漿 對然後運動完再喝半杯 是不是剛剛好 喔就看我一杯這樣 對啊 然後運動完可以吃一些澱粉 喔運動完吃一些澱粉 補充你的能量 讓你的肌肉比較好生成 喔喔喔喔喔 所以晚餐 晚餐應該都要是運動完再吃 比較好啦 比較不會這麼負擔 喔對也是 太飽的感覺 對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粥真的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晚上有要去運動的話 真的我自己個人都是這樣吃的 嗯那比起粥來講啊 像是像剛剛說可以放在公司 然後給分同事吃 那我的話呢 因為我本身對粥還好 對 所以我就放了 泡麵 阿福利的泡麵 對剛剛胖胖午餐已經吃了 我們廣告回來 請她來分享一下口感 沒錯 待會再回來飛碟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待會見 歡迎在廣告之後繼續回來 飛碟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繼續進行我們的吃貨來開箱 特別企劃 哇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介紹了 食德師廚跟韌性一下 對 那接下來就要開箱我的 日本泡麵 壓箱寶 對 大家對於如果日本泡麵的話 對於阿福利這個牌子應該是 不會太陌生 但也不會太陌生 除了日清以外 就是阿福利的柚子鹽拉麵 其實非常有名的 然後因為其實很多人去日本 就會很喜歡帶柚子鹽回來 柚子鹽拉麵回來 它跟一般拉麵比起來 它的湯頭算是清淡 它比較偏向就是清湯 然後裡面有一些柚子鹽 然後它的肉呢其實是叉燒 它是小的叉燒肉塊這樣子 對 所以柚子鹽吃起來就是 就真的是有那個柚子胡椒的味道 有一點柚子胡椒的味道 那另一款呢這個是 雞心柚子辛紅拉麵 辛紅拉麵 顧名思義 非常辣的 辣的 但是它又有一點柚子香 對又有柚子香 因為剛剛早午我胖胖已經泡了 對然後因為我在泡 我就放桌上嘛 然後我之前錄完乃菁姐的時候 然後乃菁姐就過來 她說我吃一口 然後她就吃了 她就看她就覺得很好吃 因為她喜歡吃辣 而且她的湯喝 因為我喝她的湯 喝起來蠻舒服的 雖然會辣 但她有一點柚子味在裡面 一樣是有柚子味 我覺得她那種辣 是會讓你的胃暖暖的那種辣 對對對 並不是不舒服的辣 對不會不舒服的那種辣 對 而且她的麵體很特別 嗯 她的麵體很像蕎麥麵的感覺 喔欸對欸 有點像蕎麥 然後吃起來是Q的 對 對 所以我在吃這個時候我很小心 我一直不敢用力去洗它 因為我覺得一吸它會亂噴 對對對 因為它很Q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辣味的朋友 我們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雞心柚子心紅拉麵 這個現在要去哪裡買啊 嗯 其實是朋友在網路上團購 喔 就是一卷 可能網路上你打這個 應該會有很多人一起在團購 然後可能從日本送過來這樣子 喔喔現在很多 對那它的大小 對它的大小 像是我買的這個柚子鹽拉麵啊 它大概是 一個瘦長大 對 其實它 它大概 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 辣的這一款 對這個是正常的大小 就是有點像萊克那種 對萊克大 然後這個大概是萊克的一半吧 超級小欸 對其實蠻小的 但就是如果你可能下午肚子餓的時候 我覺得吃一點點這個差不多 這個約莫就是兩口 它大概它的水是加170ml啦 所以其實它大概200ml的量 嗯 那這個的話大概是450ml的量 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就放在公司啊 就是餓的時候 或怎麼樣可以稍微吃一點 或是有時候覺得午餐有點嘻味 對就想說 欸好像可以吃一點點這個來 甜點肚子 然後是暖暖胃這樣子 對啊 所以 大家就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在辦公室肚子餓的話 有沒有什麼一些 療癒 美食 小物 可以推薦給我們大家 而且聽說啊 最近大家打疫苗的 其中一個副作用就是 狂吃 狂吃 變身成大食怪 說美寶嗎 對 我也是今天早上看到 通文姐的特性 聽到媽媽說 通文姐的那個FB上面的 家裡的美少女變成大食怪 對 就是又吃了披薩 然後又吃了什麼 什麼在學校吃了 涼製片 它吃的東西看起來都很好吃 對啊 看然後有那個 欸對啊那個披薩 然後還有什麼 咖哩嗎 牛肉 啊對對對對對 這一類的 看起來 喔看起來好好吃喔 看起來都很不錯 對啊 最近還有吃到什麼 啊最近 肯德基 喔你那個北平烤鴨 北平炸雞 嗯 那個好好吃 可是那個捲是你要自己捲嗎 因為我看 它已經幫你捲好 它就是做成捲餅 嗯 然後裡面就是那種北平烤鴨的醬 配上肯德基的炸雞 沒有骨頭的 肯德基的炸雞跟捲餅真的很好吃 很厲害 這個我推推 然後最近新的是一個什麼綠咖哩 對吧 有綠咖哩喔 有外邊有貼給我們 嗯 但它是就是沒有幫你捲好了 喔喔這個對 它就是有點像是 你大家可以自己動手做 他給你餅皮 給你青菜 給你肉這樣子 自己夾 對自己夾自己吃 自己動手做這樣子 對 如果大家有閒情意志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但我本人會比較想要買 就是已經包好了 因為它畢竟看起來就是 一個很好打卡的東西 對 它叫綠咖哩五股脆雞自捲餅 喔五股脆雞耶 對 其實就蠻幼人的 旁邊就有它那個綠咖哩的醬 喔對對對 你就可以塗一下 我第一眼看到後面的蛋塔 哈哈哈 肯德基的蛋塔真的也很好吃 真的太厲害了 啊講到甜點 最近啊 比爾帕帕啊 推出了新的口味 是鐵觀音 鐵觀音 鐵觀音是最新的 喔 鐵觀音口味 鐵觀音的泡芙 鐵觀音的泡芙 對的泡芙 喔你吃了嗎 你吃了嗎 你吃了嗎 那上次那個布丁的你吃了嗎 也還沒 對因為我自從就是吃完上一次有講到的那個 鮮奶油 我忘記上次我是吃什麼了 上次講到是什麼了 但吃完之後就覺得 喔好香 然後可是 要跑有點遠 所以我就暫時先沒有再 有那股憧憬跑那麼遠去吃泡芙了 所以如果有吃過的也可以 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沒錯 好啦 今天的節目很快到尾春了 今天過得好充實 今天超充實的 對 希望下一屆的柴哥大賽 大家可以繼續加油 兩屆冠軍 那最後 因為剛剛聽了Ella跟Selina 不免此外是來 TOO HIPPY一下 我是沃侯 我是王小子 杯碟有完沒完 我們下禮拜見囉 拜拜 拜拜 對 對 每一天都說了眼淚才明白 總會有一首歌 唱清楚你的方向感 是因為你自己的字 不成要顿约的事 我们应该更坚强的存在 我们应该阻止世界变坏 不只是科学 不只是偶像崇拜 爱 爱 真相是爱 明河期有浪街片 让无际从枉飞停来 地球要是刻意 请带走我的安全感 光环的实际短片 又收了酒瓶才明白 总会有一首歌 唱清楚你的方向感 是因为你提的字 不成要顿约的事 我们应该更坚强的存在 我们应该阻止世界变坏 不只是科学 不只是偶像崇拜 爱 真相是爱 我们应该 更坚强的存在 更坚强的存在 我们应该 阻止世界变坏 不只是折穴 不只是自己不害 爱 真相是爱 我告诉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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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要成功 但我希望这些人 更坚强的存在 代厌 我帮助我自己 帮助我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